這次我們要教學的是如何利用Google Chrome下載網站上的MP3 這是在2014年4月16號我親自寫的一篇文章 這篇文章是目前全萌芽系列網站流量最高的文章 這就是它的內容 其實很簡單就是要用瀏覽機去下載一些影音網站上面的音樂你覺得不錯聽 你想要下載下來留著自己聽 這樣子其實是非常簡單 因為之前都是用文章的方式呈現 然後我想要用影音的方式來呈現 所以我就來拍了這個影音教學 首先你要先找到一首你想要聽的音樂 然後在影音網站上面 那我現在找到的是這一部音樂 那要如何開始下載了 首先我們在空白處點熱鍵 然後點檢查 從這邊可以把它點到下載 好 接下來我們點到這裡有一個Network OK 然後接下來重新整理這個網頁 好 音樂要開始播 如果它沒有開始播 你要自己按開始 接下來我們把它再拉大 這裡有一個Type 要點開來 然後開始找Media的位置 大約的位置應該會是在PNG上方 然後你們會看到這邊有一個MP3 Type是Media 就是這一個 這個就是MP3的位置 點熱鍵之後就有一個 重新分業開啟 好 那我們現在就已經成功了 把MP3打開來了 那你會看到旁邊有這顆按鈕 這是下載的按鈕 好 那 下載真的非常簡單 就是到這邊就可以直接下載了 從這邊可以另存新檔 或是按這顆按鈕都可以 那這次的教學就到這邊囉 希望可以幫助到你 這是非常好用的一個 可以說是公門吧 那